由台南融基金會主辦的全國巡迴電欄 以後的步企家義特立切點來基盤 現場剛才有這麼多當初的歷史治療以外 還有他的日期 還有他下的規 主辦黨員說希望用技術的角度 讓大家更加完整來了解台南融 二十九個歐步在自己的臺灣道書室來開幕 台南融基金會表示 這次的電欄中有台南融無同世紀的生命故事 剛才他流下的日期結合 希望在清楚自由的背後 讓人知道他在無同性分之下 有什麼樣的心情 我們是很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能夠讓更多人來了解這個過程 這次的電欄為四月二到 電欄到五月二八 電欄融基金會希望可以用技術 跟電欄的方釋 讓我們看的人可以了解 生命的精準言論自由的規定 也讓黨代對民主有潛起的任務 記者林肥貞 加基報道